收购头皮屑 印尼难出奇招 博君一笑 乡民们你们有头皮屑吗 别浪费掉搞不好 也真的可以卖哦 印尼一个卖头皮屑的摊贩照片 从10月12号起 就在推特上爆红 这位摊贩啊 竟然愿意用 一公斤新台币140块的价格 来收购头皮屑 这张照片显示 一名女子就在那边顾摊 而一名男客人 就在一旁梳头 试着累积头皮屑 招牌上写道 不用洗头了 我们收购你的头皮屑 一公斤六万五千印尼顿 印尼昆电视网络媒体 嗨Pondianak报道证实 招牌上留的手机号码 真的打得通 回电的人是制作广告的 Koyro Anam Koyro说 他是最早把这张照片 放到脸书上的人 他说他有天在洗澡时 看到洗发筋上 抗头皮屑的标语 因此他想到了 这个以头皮屑为卖点的主意 照片在网络上疯传之后 他收到了1300则留言 Koyro透过WhatsApp 上Pondianak表示 这张照片只是娱乐用途啦 他说 光是要累积一盎司的头皮屑 都很困难了 怎么可能有人会累积到一公斤呢 Koyro表示 他常创作独树一格的照片 有一次他制作了一张 20公尺高的自拍照 并推出帮人忘记前伴侣的服务 现在则是想到头皮屑买卖的点子 Koyro表示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要跟 印尼有名的喜剧演员苏利合照 虽然这跟新闻本身内容没什么关联 但是总之我们祝他美梦成真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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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